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各位说声不好意思 因为上礼拜我家里离始有状况 所以各位请假请见谅 好那我们今天来教评假名 请各位记住你一定要从头听到尾 因为我要教你一个很神奇的事 让你马上把评假名能够记住 等一下我先修理个小孩子 你不可以进来出去我再上课 不行他会干扰到我了不行 好不好意思我们家那一只最近很不遵守规定 一直给我进来乱不好意思齁 好所以评假名我希望各位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解怎么用 然后各位一定要从头听到尾 OK吗再讲一次齁 评假名请千万不要去背他 因为他真的很难背 如果你已经会了人那没关系 如果没有背过的同学 请你不要去背齁 按照我刚才讲逻辑 我等一下会教你怎么写他 但是我会快速的讲 怎么写不是重点齁 那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 再先带各位一下练习一下 我们上礼拜所教的这些单字 知道我们每周会教你10到14个单字 我会教你每周10到14个单字 那我不是要你背他 他就是放出来自己念自己听自己打字 OK吗 好来各位先到我们的line 这边来好吗 来各位 第一个这个先给我来 阿妹先给我一下 阿妹来 好带各位打一下字 带各位打一下字 那记住 等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 听我念完他 念完就没事了 然后你就会把评假名全部记起来 OK吗 好来各位帮我打一下阿妹 好 尽量用快捷链的输入仿式输入阿妹 来 再来 妹给我一下 妹 妹给我一下眼睛 OK吗 好尽量所有同学都尽量参与打字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有状况打不出来 没有关系 这也无所谓 打字是为了让你 让你能够快速把单字记住 好 再来 鼻子用来打喷嚏的叫什么 喊 喊 好 鼻子用来打喷嚏的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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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嘴巴叫做 苦鸡 你的手机打个KU 应该就出现了 应该就出现了 苦鸡 OK 各位一定记住 一边打一边念 好 再来 脸叫做 卡 卡O 好 卡O 好 有问同学可以直接开麦克风 直接开麦克风 如果你不小心按错我就当做忽视了 好 再来 手叫做 披 这个单字我们如果加这一周已经是上礼拜请假不算 我们已经三周了21天了 所以这一支你应该慢慢会对它熟悉了 好 来 再来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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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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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一次 有同学跟我说老师 同学们打字好吵喔 对我知道 所以如果你觉得要吵 右上角的功能键 请你把它关闭提醒把它打开 就 关闭了 就不会吵到你了 好 再来 小狗叫做 犬 犬 各位你一定要念出来 一定要念喔 一定要念 一边打字一边念 这个很重要 各位很重要 再来 小猫 我的内裤被小猫偷走了 不叫奶口 叫做内口 内口 不叫奶口 叫做内口 好 内口 各位我们后面很多单字都需要用手机来教你如何把它熟悉它 不是要你背 要你熟悉它 来 再来小朋友最喜欢看的哪一台 欸 萌萌亲子台 萌萌给我一下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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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错地方了 我发现你打字怎么会打在那里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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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两个都一样读音 那不要说什么 老师为什么大写跟小写长得不一样 就像英文字母的A 大写A跟小写A不一样的概念是一样的 OK吼 好来,所以我现在先教你评假名 评假名我们到后面第六堂第七课会再教各位,OK吗? 好,那各位 因为我要换一下电脑 等我一下 因为我需要用的是 触控萤幕来跟大家 各位怎么写 所以我操作上会有点小小麻烦 先等我一下哦 先等我一下 好来,接下来我要来讲解有关于 呃,我们的评假名 那各位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请随性的 随性的 看着我这边的部分 请不用注意想太多 这教你怎么写而已 好,来,我先问一下 来 各位,第一个字我先教你怎么写 各位记住哦,随便写一写就好了 日文的评假名 它叫做画字它不叫写字 这点我希望各位稍微理解一下 它叫画字不叫写字 来,我先画一个字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阿 好,这个是我们的阿 好,这个是我们的阿 那我让你看它的笔顺 先看一下笔顺哦 好,那我教你的写法 各位请注意哦 我教你的写法很随性 先画个十字 再把它包起来 那刚刚有说过 这一个有没有穿出去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再讲一次哦 各位,再写一次给各位看哦 再写一次给各位看哦 再写一次给各位看哦 写个十字 把它包起来 那至于有没有穿过去 都有你决定 这个就叫做阿 OK吗? 这个就叫做阿 可以哦 各位稍微简单写一下就好了哦 可以哦 好,那我问一个同学一下 来 秀文,秀文在吗? 秀文在吗? 秀文在吗? 你在! 对,你在啦 好来 秀文,这个字张OK吗? OK 来,怎么念 阿 这样子怎么念 这不是三个阿 怎么念啊?你要告诉我啊 阿 叫做阿 阿 啊~~ 啊~~ 這樣會叫了嗎? 在動漫裡面如果你看到 他寫出這個字 他就是很像一個聲音而已 OK嗎? 那也好,這是我們的R 那你注意看喔,下面這個叫做E 好,那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我們寫評講明有兩個重點 一個叫做不要連 一個叫做不要勾 可以嗎? 不要連跟不要勾 對,叫你不要連起來 OK嗎? 叫你不要連起來,然後不要勾 叫你不要勾起來,這樣OK嗎? 這兩個概念先記住 這個叫做E,注意看齁 我現在很認真寫給你看,這叫做E 可以嗎? 可以齁,我先問一下秀文齁 秀文你知道誰寫字最漂亮最工整嗎? 誰寫字最漂亮最工整 我不知道啊 國小一年級跟二年級的小朋友寫字最漂亮最工整 你知道誰寫字最醜嗎? 誰寫字最醜?大人啊 年紀越大字寫越醜,OK嗎? 可以 所以你在寫評講明,你寫 醜跟漂亮都沒有人關心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年代已經沒有人拿筆寫字了 對 你最近這一次有拿筆寫信給你的客人嗎? 有寫報告給你的主管嗎? 都沒有齁,大概幾年了 寫字沒有 沒有 除了你寫名字簽名跟你家住址之外 你還有寫過其他的中文字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了齁,所以我告訴你寫不重要 知道我們日文課寫不重要喔 所以寫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齁 來,所以我現在開始差不多寫給你看齁 這叫一,OK嗎? OK 這個就是很正經在寫的 我國小一年級 現在我長大了18歲 我的一變什麼你知道嗎? 來,注意看 變這樣子 你說老師這不是U嗎? 不對,這叫做一好不好 所以認真寫叫做這樣子 不認真寫變這樣子 可以理解嗎? 可以 好,這就是我們一可以嗎? 可以 好,就大概畫幾畫就好了齁 然後再來一個,來 這個叫做U 注意看齁 我們平假名我剛有說過 是用寫的還是用畫的? 畫的 畫齁 所以你不要寫一條線這樣好醜喔 記住齁,用畫的齁 來 畫一個幅度 再一個肚子給他 OK嗎? 可以 那你要這樣寫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因為只要你看得懂就好了 然後這個肚子多大齁 請參考自己的肚子 OK嗎? 越大越好 所以我肚子小小的我寫這樣可不可以? 這也是U 這樣OK嗎? 可以 那個形狀你覺得多漂亮 你就自己就畫 所以再講一次 平假名是用畫的 不是用寫的 OK嗎? 可以 那你會發現 老師你這個筆順好像怪怪的 有沒有發現? 呃 是不是長得不太一樣 對 好 那是毛筆字寫的 真正在寫的 不會有人這樣寫 OK嗎? 好 這樣可以齁 OK齁 再往下來 這個叫做A 請你告訴我 第一眼你看到他 覺得他長得像什麼 之後的G 之後的G 想像力不錯 但我覺得他就一圓兩圓一圓 像不像? 像齁 你要說字可不可以 也是OK的啦 也是OK的啦 可以齁 好 那它差在哪裡齁 這個A齁 注意齁 畫一個下來 再一個這個 再一個這樣 這就是A 可以嗎? 可以 你不要把它寫成圓 因為圓是分開的 人家他沒有分開 OK嗎? 嗯 好 然後我跟你說 怎麼寫都無所謂 因為不會有人看你寫字的 OK 嗯 好 注意看齁 這個寫法其實不是很標準的啦 你不要去管它 就按照我剛才寫 像語言的概念齁 來 請問這怎麼唸 吱吱 吱吱 蛤? 真的就吱吱吱 A 來 就是A A A 什麼感覺 你告訴我一下嗎 驚訝 對 驚訝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子 OK齁 再來 這個叫做O OK嗎? OK OK 好 先畫橫的 再一筆畫出來 最後這一點給他 這叫O 可以嗎? 可以 那有人說老師 他跟R好像喔 哪有像 人家R是先畫一個十字 再把肚子包起來 對吧 那我的O呢 沒有十字 先一橫過來 一筆畫下去再一個 一筆畫下去再一個 你告訴我這兩個有像嗎? 呃 多一點 不像 不像齁 不像齁 OK嗎? 可以齁 OK齁 好 那我再問你齁齁 我有沒有寫這一點 你覺得 沒寫那一點就看不出來是O嗎? 呃 有更好啦 沒有也是 也是可以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OK嗎? 嗯 好這就是我的O 可以齁 來修文謝謝你 謝謝OK 對 好來各位來往下看一下齁 來 那我問一下齁 那個 錦萱來 錦萱在嗎? 錦萱在嗎? 好 錦萱不在齁 今天沒辦法講話 好OK 各位這樣可以跟我對話一下齁 來 那個牙春來 牙春在家嗎?牙春 呵呵 為什麼要笑一下 呵呵呵呵 我會怕 因為我有跟你說 那個字 我還不記得齁 不然這個 是阿妹 不不不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我知道 我知道 沒有啦 你不要緊張 我還沒開始問耶 你不要緊張啦 好 好你不要緊張齁 來 所以我剛才說 憑講名不要去背 聽文念完就好了OK嗎? 好 好 稍微等一下講一篇講一篇 偷偷寫一下 可以嗎? 嗯 好 來我們現在講齁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咖 我的掌音上是有寫個K 有沒有看到? 有有 這個K就告訴你 這邊的指音是K的音喔 就偷偷提示你 OK嗎? 嗯 好OK齁 來你看我的咖齁 你注意看齁 我的咖就這樣寫 它沒有很難齁 再問一下雅春 請問憑講名是用寫的 還是用畫的? 用畫的 用畫齁 不是用下的齁 你注意看齁 這個叫做寫字 這個叫做寫字喔 來 這個叫做畫字 它在哪裡你知道嗎? 好像在寫力 它是不明顯像用畫的 對 力是有邊邊角角對不對? 對 對吧齁 它也沒有邊邊角角 沒有喔 嘿 我是要這樣子齁 這樣給它 OK嗎? 這個叫做卡 可以嗎? 好 那這卡應該不難理解嘛對不對? 嗯 這你不可以告訴我 你不可以寫喔 好 雅春這樣可不可以等我的概念了 我知道 好 你不要緊張 我就是要給你概念而已 你不用緊張 你只要穿插插插就好了 隨便畫一畫就好了 OK齁 好 好 這就是有卡齁 來再來 這個叫做Key Key 好你注意看齁 Key齁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Key 這兩個Key長得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到? 有 有齁 好來 那我教你齁 我教你怎麼寫會更好寫齁 注意看齁 它有兩種寫法 注意看齁 先畫一個2出來 2 齁 你注意看齁 這樣子這樣就可以了 再一次齁 這樣就好了 OK嗎? 有看到嗎? 好這就是我們Key的寫法 那還有一種比較偷吃步 比較簡略的寫法 注意看齁 第二種齁 第二種齁 嗯 這樣子OK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再一個這樣子 好 我這樣不連起來可以齁 欸 不要連 有沒有我剛剛不是說不要連有沒有 嗯 這兩種寫法 那你要這樣寫也可以 這樣寫也可以 這樣OK嗎? OK 所以這叫Key 這樣會很難嗎? 不會 不會 不會齁 你不要去寄 我就知道你聽過的按這樣就好 OK嗎? 好 這個叫做Key 我需要教你怎麼寫嗎? 應該是 應該不用啦 這叫做Key 跟我們注意符合相不相? 嗯 可以 你比較尖一點嘛 對 都無所謂啦 這樣 這樣子也叫做 哭OK嗎? 因為它是在畫嘛 所以大小你再 稍微抓一下可以齁 好 好來 再來 這個叫做K 對 那我剛剛有說過是不要連還有下一句叫什麼 還記得嗎? 雅春 我記得 不要連跟不要勾 蛤蛤蛤 不要連對 不要勾 再講一次來 留哪兩個重點 寫篇講名 不要勾嘛 還有一個呢 這是用畫的 來來來 兩的 要清楚 不要連 跟誰 不要勾 對 對 你不要把我畫改掉喔 不要連跟不要勾 你不能把它改掉 好 所以來 不要勾 注意看喔 好 這樣就好了 蛤? 可以齁 有些人會這樣寫 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寫 隨便你 沒有人會看 也別人會在意 OK嗎? 那我會說 不要勾比較好寫 也比較好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 所以不要連跟不要勾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好 沒有人不要勾 來這個叫做K 可以嗎? 可以 好 好來 最後一個叫做K 有沒有看到我勾起來 是不要勾 不要勾 不要勾齁 那老師那我該怎麼寫 很簡單 來 一個幅度給他 這樣可不可以 OK 啊你說老師我這樣寫可不可以 不行 這個叫做2 這樣不好看 再講一次 我們的評獎名是用畫的 不是用寫的 OK嗎? 畫一點點給他 欸 畫一點點給他 這樣可不可以了 可以齁 他其實不難嘛 對不對? 對 好 來 那我問一下 雅醇來 我這邊這兩個字怎麼唸 我這邊這兩個字怎麼唸 怎麼唸 我們現在在教什麼? 這叫做Ko呢 喔 Koko 那Koko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這樣說 我就知道 不是啦 Koko不是錢啦 Koko叫做 這裡 這裡 所以這裡的日文怎麼說 雅醇 蛤 蛤 你聽我講話嗎 蛤 這裡 我不會講在那裡 我剛才不跟你講 蛤 Koko 嘿 這個叫做Koko 可不可以 好好好 雅醇你要專心聽我講課喔 我覺得我們兩個天線沒有對到喔 好不好 好 可以好 不要緊張就好 不要緊張 再問你這裡怎麼唸 Koko Koko 就是Koko啦 就跟你的台語一模一樣啦 這樣會不OK Koko 可以齁 好 來謝謝雅醇 謝謝 好來各位 不要緊張齁 這個詞就是聽過代過就好了 OK嗎 可以齁 好 來我們再往下走一下齁 好來 那我請問一下齁 那個 淑娟來淑娟在嗎 好 淑娟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S S有 有 代表詞音是S OK嗎 嗯 來 好 這個S 像不像剛剛的Key有沒有很像 有 有齁 所以來 它有兩種寫法 第一種就是按照正規的寫法 OK嗎 可以 好這個沒有很難齁 第二種 就稍微投機取巧一下 變這樣子 嗯 這樣OK嗎 OK 好所以這個叫做S 可以嗎 它不難嘛對不對 嗯 好記住喔不要勾喔 不要勾喔 OK嗎 那S 我們基本上這樣寫比較OK啦齁 好 來這叫S 來 再來這個怎麼唸 C C OK嗎 C我要教你怎麼寫嗎 我不用 不用 要喔有些人會亂寫喔 人家C我們是這樣寫對不對 嗯 它寫成這樣子 請問有一樣嗎 不一樣 這個叫做Nike好不好 呵 你不要笑我還真的有人會這樣寫齁 所以C長這樣子OK嗎 OK OK 好來C長可以齁 好 再來下一個 這個也很好寫喔 這叫做S 對吧 S 欸不唸書齁 唸什麼 S S齁來怎麼寫喔 注意看喔 我要很認真寫給你看喔 我現在是國小一年級 我會認真寫齁 好 這叫做S 可以嗎 可以 我現在國小二年級了喔 好再來喔 我到國中了喔 來我出社會了喔 這個都叫做S 可以嗎 可以 OK嗎 S齁你在哪裡啊 在 在 在車子裡 在車子裡 在開車真的假的 不是不是 是我現在帶我 可以 嚇死我了 難道你跟我們家一樣 我們的車子螢幕 我們車子的擋風鏡 就是我的螢幕 你知道嗎 整個投影上去 我這個太危險 所以我想說你的聲音 是不是很像在隧道裡面呢 遙遠的感覺 嗯 不是你的聲音 我聽起來 因為我每次都線上課 所以你們家裡的聲音 我已經聽很習慣了 所以我大概可以猜到你在哪裡 我說不對 你這好像在車上 好 沒關係 請你老公 往前面看 不要旁邊偷偷瞄喔 哈哈哈哈 一起上課 不行 他要專心看前面 好不好 好 所以施章可以齁 施章可以齁 好 來所以施到最後齁 怎麼寫都可以齁 OK嗎 好 好 那我問你齁 來 這個怎麼唸 施禧 施禧 這叫施 這是禧對不對 嗯 來 什麼是施禧 受施 對 施禧就叫受施 不是叫疏禧 這樣可以齁 可以 好 再來 這個字你覺得像什麼 這個像字不注意符號的耶 像不像 像 好 你就把它寫成耶就好了 為什麼 不要勾 OK嗎 可以 所以來我們的 C 就長這樣子 OK嗎 OK 可以齁 阿你如果要這樣子寫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開心就好了 記住你開心就好了 因為不會有人看你寫字 OK嗎 OK 可以齁 你應該也是快了 快有三四十年沒 還是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沒寫字了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倒吧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OK齁 來所以 C一張OK嗎 OK 好其實不難齁 C一張可以齁 好 再來 這個字叫做收齁 要注意齁 它有三種寫法 有三種 我先教你第一種 就是正規的寫法 我先讓你看一下 它的筆順齁 我先讓你看一下 好這樣子齁 筆順是這樣子齁 好 那我寫字給你看齁 注意看齁 一筆畫齁 一筆畫齁 你在車上就不用寫 看就好了 OK齁 一筆畫齁 一筆畫齁 OK 好 這就是收的第一種寫法 比較正規的齁 那我要教第二種 第二種非正規的齁 我先問一下淑娟 淑娟 淑娟妳知道我姓什麼 蛤 我姓什麼 Tabon老師啊 不對 我姓曾 哈哈哈哈 我 我姓曾 可以齁 先前有一次啊 上一屆的學生很好笑喔 他不知道我是誰 他就跟我說 老師 我說怎麼了 有一個同學好吵喔 蛤 誰 紫捷同學沒有關麥克風 我說紫捷同學就是我啦 是喔 哈哈哈哈 懂了懂了 所以我姓曾齁 OK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來 注意看啦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注意看齁 我的曾上面不是有兩根嗎 嗯 把這兩根先寫 然後呢 再寫一個這個 收的第二種寫法 再一次齁齁 我的曾上面這兩格對不對 很像兩根草齁齁 蒼蠅的那兩根草也算齁 然後這樣子OK嗎 OK 好這就收可以齁 好 所以這個寫法這樣OK嗎 可以 好那你注意看齁 我要開始吵寫了喔 我要吵寫了 注意看齁 這個跟這個好像感覺不像對不對 注意看齁 我要吵寫了齁 我要吵寫了齁 這個是我們吵寫的狀況 OK嗎 可以 好我們吵寫就變成這個就是收了 可以齁 第二種寫法可以嗎 可以齁 來第三種日本人寫的 這難度太高了吧 太高了齁 那是我以前日本主管簽這個字給我 我問他說 抱歉 抱歉 這是啥 他說這時候你看不出來嗎 其實當下我很想把紙 往他身上丟你知道嗎 你忘了嗎 喔 我只能說 分了 你知道什麼是分了嗎 知道了 我知道了齁 OK齁 所以這個不要寫齁 這個不要寫齁 好OK嗎 好來謝謝淑娟 謝謝好 謝謝老師 謝謝好 來各位齁 記住齁 說齁三種寫法 第一種 正規的一筆畫 可以 再來第二種 用我的針 上面這兩個 這樣子寫 那 他會有一個草寫的寫法 會這樣寫 草寫的寫法 那你要怎麼寫都可以齁 第三種 日本人亂寫的齁 你不要這樣子齁 他到底畫幾個圈圈 我也不知道齁 這是我以前在日本工作 一個主管寫的齁 來這就是收的部分 OK嗎 可以齁 各位記住齁 我快速的立完它 你隨便寫一寫就好了齁 隨便寫一寫就好了齁 來再來那個 來裴特在嗎裴特 裴特在嗎 裴特在嗎 好裴特不在齁 OK 裴特在齁 裴特來 這邊的英文字母是T OK嗎 T OK 好代表子義是T OK齁 來 這個叫做他 很簡單 很像筆劃先畫一個這個給他 可以齁 來 剛剛我們不是叫這個字 叫做Call嗎 有沒有 對 好把它放進去 這就是我的他 OK嗎 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 沒有很難齁 再寫字給你看齁 大概畫一下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寫個2 也可以啦 你開心就好了 OK嗎 OK 大家記住齁 我們裴特是在畫字 不是在寫字齁 好 那裴特你幫我看一下 這個怎麼唸 我們現在這個是唸他 對不對 對 剛剛我說這個怎麼唸 這個裡面是放一個Call進去對不對 Taco Taco 來再唸一次來 Taco 什麼是Taco 章魚 對 Taco就是章魚 就這樣寫 拼假名這樣可不可以認識他了 Taco OK 我不要你寫 我要你認識他就好了齁 來他對不對 好 好 這是Taco可以齁 來 再來你告訴我這個字 你覺得他長得像什麼 吃 吃對不對 沒錯齁 來可是我們不是吃 我們很像裡面有一個肚子 有看到嗎 有 這個肚子你多大 看你的肚子自己來比 OK嗎 可以齁 好 我現在很認真寫齁 我是國小一年級 我認真寫齁 現在開始我要變大人了齁 注意齁齁 這也叫做雞 OK嗎 雞 他不叫吃齁 這叫雞齁 來這還是雞 這也是雞 OK嗎 呵呵 來請問這是雞嗎 是 不是 這個變成五了 蛤 對吧 再一次齁 來這叫做雞 這還是雞 這叫什麼 五 所以雞能怎麼寫 可不可以有沒有一個方向了 一定要穿過去 對一定要穿過去這樣OK嗎 好 可以齁 那個到底多大隻的雞 有你自己決定OK嗎 可以 好來 請問這怎麼唸 唸對齁 雞 什麼雞雞 唸錯了 這叫做雞 雞 雞 男的女的都有 雞 雞 男的女的都有 所以不要想歪了齁 男的女的都有齁 來 雞叫什麼 喔 沒有給你 我要寫中文字給他 來 雞叫什麼 來 叫做家父 家 你知道什麼叫家父嗎 S是受長嗎 我問你啦 你知道什麼是家父嗎 爸爸 爸爸 來 家父就是 在外面人稱作自己的爸爸叫做家父 阿 了解 懂嗎 來 你可以稱你爸叫家父嗎 不行 他大概會拿棍子 不是 拿你去抓 把你綁起來 先去醫院驗血一下 家父咧 對不對 對 好來再講一次來 雞雞 什麼意思 雞雞 別人的爸爸 欸不是啦 什麼別人的爸爸 亂講 家父就是 在外面稱呼自己的爸爸 叫做家父 OK嗎 阿 那在外面稱呼自己的媽媽 他叫什麼 家母 這樣會了嗎 這是以前古代用法 可以嗎 阿 如果你有看那個什麼 間諜++9 不是卡通影片 間諜++9 你有看過嗎 沒有 沒有 喔你真的是 學日文不用太認真念書 要看電視齁 我就有看過半折什麼數 半折指數 那個Label太高了 來 對我的Label沒那麼高 我就看卡通影片的水準 我跟你說真的 來去看一下 間諜++9 它有第一劑跟第二劑 很好看 你就會聽到 雞雞的字在裡面出現 OK嗎 好 OK齁 好來 再來這個字很簡單 叫做 字 我就隨便畫一下給你看而已 齁 自己隨便自己畫 這我就不再多做贅述了齁 來 這就字我就不講了齁 來 再來 這個字 有沒有剛剛出現在那個 手底下這一個 有嗎 這一個齁 好來 這個叫做 好 我告訴你這個叫做貼 這個也是貼 來 這是什麼 二 二跟貼 你能不能分得清楚了 呃 要有一個 平的 角度堅持的 對 叫平的OK嗎 二的頭是圓的 這是二齁 這用畫的不是用寫的 你要記住喔 老師那貼 它就是手嗎 對啊 貼就叫做手 對 對 所以你看前面兩個禮拜 我要讓你這些字習慣 我來講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感覺了 對 對吧沒錯嘛 OK齁 那就算你記不住 你只要打字跟聽我那個錄音檔 我誰誰了 錄音檔這樣就可以了 OK嗎 OK 可以齁 來再來一個字 這個叫做偷 偷很簡單齁 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OK嗎 OK 好 來 偷他有一個字的意思喔 叫做跟 也叫做漢 OK嗎 OK 好嘞 我跟妳 日文怎麼說 我跟妳 我叫什麼 我跟妳 對 我跟妳 這樣OK嗎 OK 好來 啤酒跟威士忌怎麼講 麗魯和 烏魚和 好來 壽司跟 生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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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平常都只是工作 不會花錢齁 來 生魚片叫做 生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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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會吃哇沙米 老闆會把你趕出去喔 好來 那我們把第一課 不是叫一個叫 喉嚨嗎 還記得喉嚨什麼意思 喉嚨就是 要 想要 想要OK嗎 好來聽清楚齁 sushi to sashimi hoshi desu 再講一次 sushi to sashimi hoshi desu 聽得懂嗎 跟生一片 想要OK嗎 可以齁 所以偷便沒有很難這樣可以嗎 好OK齁 好來謝謝培特來 謝謝好來 OK可以齁好 再來往下齁那個 艾瑞特來 艾瑞特在嗎 艾瑞特不在是不是 好來那個 Jenny來 Jenny在嗎 Jenny在嗎 艾瑞特在嗎 到底是 艾瑞特在嗎 沒聲音 是我的出現問題嗎 還是 好艾瑞特沒有聲音齁 那來 我看一下下面同學齁 來那我請一下那個 Yumi在嗎 Yumi 各位 各位是我LAG嗎 喔 我的網路斷線了 稍等我一下 好 來 各位有聽到聲音嗎 有 我剛才是好像 我的網路斷線對不對 對 沒有聲音 好 sorry 我的網路最 這個狀況好像前天有出現過一次 好我再請那個網路公司過來幫我看一下 因為我剛好發現我的網路突然斷掉 然後又又好了 好來不好意思 那我問一下艾瑞特不好意思 艾瑞特應該可以講話對不對 可以喔 不好意思 剛才是我網路突然斷線 所以我發現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不好意思喔 OK 好 艾瑞特到剛剛那個 品獎名你有記起來嗎 有 真的假的 你怎麼可能記得起來 你是不是有先學過 對 對 所以我跟妳講 不要記 不要背好不好 那沒關係 來 這個字來 我請跟艾瑞特講一下 來 我請問一下 你花多久把它背起來 嗯 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品獎名記起來 品獎名沒辦法 那太好了 來 品獎名我大概也可以40分鐘那裡記起來 那待會我們快速把 品獎名稍微講一下 來看我的拉 注意看齁 來拉 先請這樣子 再過來給他 勾回去 再一點 這樣OK嗎 OK 好 我經常 經常忘了寫這一點 我問你喔 沒有寫那一點 你看不出來它是4個拉嗎 你覺得有差嗎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怎麼會看不出來 欸 難道 沒有寫這一點 你就覺得它不是布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好來 所以有沒有寫 我認為都無所謂 但有寫樣是比較好啦 OK嗎 好這叫那 這樣可以齁 再點一次喔 大概換一下 一點這樣就好了 可以喔 這就是那 可以齁 好 來幫我唸一下 來 拿拿 拿拿是什麼 七 七齁 那11怎麼不見了齁 原本就不講了齁 然後問你 在日本 7-11怎麼唸 日文怎麼唸 日文怎麼唸 啊就叫做7-11耶 不然要怎麼 不然要怎麼叫 好啦 這叫拿拿 OK齁 拿齁可以齁 來 這個叫做怎麼唸 你齁 記住喔 不要勾齁 來 一根下去 你要寫個2也可以啦 那你要稍微幅度給他也可以 OK嗎 OK 2也可以齁 來 這就是我的你 記住喔 不要勾齁 不要勾齁 下來一個小幅度給他就可以齁 這叫做你 來 這個怎麼唸 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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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哪泥 哪泥 哪泥是 就哪泥 對 來 你有在看動漫嗎 沒有 沒有 這個沒看 沒學過日文 只看動漫也可以學會了 叫做什麼 嗯 所以什麼日文怎麼唸 哪泥 哪泥 這樣OK嗎 可以耶 這樣可以齁 來我跟你說 我是郭台銘的小兒子 所以你要怎麼說 哪泥 哪泥 不然亂認老伴齁 我有問我媽說 媽你誠實告訴我 我不姓曾 我姓郭對不對 她說不是 那姓王呢 也不是 我說媽該不會是姓張嘛 欸你怎麼知道 我媽就是叫做姓張 好啦 所以哪泥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可以齁 好再來 這個字來 艾瑞特你會不會寫 會 真的假的 真的很難寫的 來我教同學怎麼寫齁 來艾瑞特我再問你 我姓什麼 曾 曾上面有這兩根 有看到嗎 有 好來我把它拆開齁 注意看齁 我把它拆開齁 拆開了齁 然後呢 右邊這一根 從中間穿過去 再把它勾走 好 艾瑞特OK嗎 可以 你當初寫這個 有沒有寫得很辛苦 這個字 有 有齁來 所以 Cable老師姓什麼 知道嗎 曾 來我的曾很好用齁 再看一次齁 右邊先 左邊先一根 然後右邊這邊 中間畫過去 穿過它 OK嗎 OK 再給你 你看這個字齁 像不像我們中文的這個字 有 有沒有像 有 有 形是從這邊來的齁 這個叫做字圓 字圓的意思就是這個字的來源 OK嗎 OK 日文的平假名是由漢字 跟著 由中文字去參考過來了 所以它是這樣引伸過來的 OK嗎 OK 好 那還有一個重點齁 日文字的構成 是分有沒有勾回去 產生新的字喔 我們台灣的中文 有沒有穿過去 會產生新的字 對不對 對 日文是分 有沒有穿過去 產生新的字喔 所以沒有穿過去 會變成另外一個字 有穿過去 就是另外一個字 這樣OK嗎 OK 好OK 那注意看一下 它有沒有把它勾回去 有 來 勾回去 把人勾回去 把一個男人勾回家裡面 把他拿來當奴隸 好不好 好不好 可以啦 OK啦 不要說女生 講女生 我們這邊辦上很多女生 這樣講會被罵 所以只能勾男生 委屈一下喔 所以來 把男生勾回去 可以 帶回去當奴隸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怎麼唸 努 努 這樣OK嗎 好 那按照我剛才的理論 沒有勾回去 是不是產生另外一個字 對不對 好 人生沒有帶回去 留在外面 都會在外面看什麼 你知道嗎 看妹 對 沒有錯 看妹 所以這個字叫做什麼 妹 這樣OK嗎 好 再講一次喔 來 把針右邊這個穿過去 勾回去 變成 勾回家可以當努力 沒有勾回家 變什麼 妹 變妹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 來 這個怎麼唸 一 一 對不對 不對 那就一 可以喔 來 這個就是找那個會的人來練 真的很討厭 不是啦 都會破梗 好來 一怒是什麼 一怒是 那個 貓 貓 暈倒 好來 你是沒有打字練習對不對 對 一怒跟那個 那個 等一下來 你有沒有打字練習 有啊 有你打幾次 打幾次喔 一次兩次 應該有三次吧 三次來 你要多打幾次 這樣這個字你就不會弄混亂 OK嗎 好 可以齁 狗奴才知道嗎 狗奴才 就是狗 OK嗎 好 好 好 再來一個字 有沒有發現它有勾回去了 有 所以沒有勾回去又變成另外一個字 這樣可以嗎 好 來這個字比較難寫齁 來 我讓各位看一下筆順 它字比較難寫齁 那等一下我用個簡單方式寫給各位齁 再講一次齁 艾瑞特這個字我相信你會寫對不對 會 這個很多同學一開始在學它 學寫它的時候會很辛苦 但我的理論是不要學太認真 隨隨便便 話幾下就好了齁 因為晚一點你就會認識它 注意看齁 來 它原本是寫一根紙的 但我為人比較不正經 我喜歡寫斜的 OK嗎 所以寫的紙的都可以齁 然後寫一個大三 再勾回去 好注意看齁 我寫一個寫對不對 寫一個大三 然後勾回去 好兩個合併齁 好兩個合併齁 這就是捏 這樣OK嗎 OK 好 所以沒有勾回去是不是產生新的字對不對 嗯 來 畫下來 寫一個大三 就一個字 這個字叫做挖 OK嗎 OK OK 上面這個叫做捏 那這樣同學就混亂了 好來 艾瑞特爾我問你一下 來 這個字你會混亂的嗎 不會啊 勾回去是當奴隸嘛齁 啊沒有勾回去的男生 會在現場看什麼 捏 好我們用這種方式來記好 注意喔齁 來 勾回去 有捏捏可喝 小朋友 小朋友啦小朋友啦齁 小朋友帶回去有 帶回家有什麼東西可以喝 捏捏 捏捏齁 所以這叫捏可以嗎齁 好那你看老師你多會凹 啊沒有勾回去幹嘛 變蛙 老師你怎麼凹 然後凹給你看齁 來 捏捏看到他 你沒有捏捏可以喝 哇 你沒有 好 來笑一下好不好好冷欸 來再一次齁 再一次齁 來 勾回去有什麼可以喝 捏捏可以喝 不是捏啦 捏捏啦 捏捏 捏怪怪的捏捏齁 好來 來 沒有回去 沒有回去他會笑他 笑什麼 哇 你沒有的喝 這樣會不會分辨了 可以齁 好來捏跟哇 這樣可以嗎 記住 可以 日文的平價每次分 有勾回去跟沒勾回去 來區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好不像中文有沒有穿過去 概念是不同的 OK嗎 OK 好最後一個來 最後一個齁 來 這個叫什麼 NO 來這個應該不用我教 NO對不對 來 考你日文好不好 來 唸一下 NO NONO 你知道什麼是NONO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就是NONO 喔 哈哈哈 他是誰 你的女兒 我女兒 他剛剛被我罵 然後跑出去 然後又溜進來房間 因為我房間有放冷氣 客廳沒有 他就溜進來 因為我的房間的旁邊這邊啊 這邊啊 是他的書 他的什麼玩具桌 你知道嗎 喔 他跟我說 爸爸你的房間 再沒多久是我的了 以後你不能這邊上課了 你要去小房間 這裡是我的房間了 他就把他玩具什麼都堆到我房間裡面來 對 這個 因為有預測吧 對 我猜也是 好 來 考你一下 你知道這個是幾個月的嗎 幾個月的NONO嗎 十個月 沒生過小孩 沒養過小孩 你不知道 幾個 三個月 三個月 嗯 這個大概五六個月 喔 對 有沒有跟我很像 哈哈哈 圓的 好啦 所以來 我女兒叫什麼名字 NONO 好 那我跟艾瑞特說 呃 我們這個班級不是八堂課免費嗎 對不對 對吧 好 第九堂課之後呢 會開始收費 那 收費費用其實呢 很好計算啦 一個月就是 一千塊 那我們會預繳六個月的學費 就是六千 這樣可以嗎 可以 OK 好 那為什麼突然講這件事情 我在 上個月有辦了一個抽獎活動 艾瑞特有聽到這個訊息嗎 三個月 有 有 OK 那 有一些比較高檔的獎品 是某些同學才可以抽的 以前沒有吧 對不對 好 那個就是上課有付費的同學 那我這邊跟各位講齁 我們總共八堂課 各位我們今天是不是第三堂對不對 艾瑞特第三堂對不對 對 你在第四堂 結束之前 如果有付費上課的話 我會給你兩張抽獎券 所以為什麼在抽獎那一天 有人拿到五個獎品 原因在這裡 那 如果你是第五堂之後 再付費的話 我會給你一張抽獎券 OK嗎 OK 可以齁 你還記得上次的投獎是什麼東西嗎 機票嗎 對 日本來位機票 一萬塊 OK齁 那 這一次我在想要送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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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你想要的 那個 明古屋的吉普利 吉普利 我有一個很像的東西 我有一個很像的東西 不知道你是不是試貨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我沒辦法給你看 好吧 你看不到 因為我的畫面轉換不一樣 好啦 我稍微改一下 等我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東西 等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樣東西 好 Edith有看到我的畫面對不對 有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 有 這個你試貨嗎 這個東西 你會知道吉普利對不對 嗯 這好像叫村上龍 吉普利是那個 龍貓那一系列嘛 宮崎駿對不對 對 這是另外一個很厲害的 那 我知道了 這是那個 他都是用太陽花地 對對對 我看一下有沒有在我房間 有 有在這裡 等一下喔 這是他的手帕 這手帕喔 你知道一個值多少嗎 這一個 就這個手帕而已喔 大概台幣四五千塊 這個是知道的人才知道喔 如果不知道可能把它當作便宜或有 這個是我特別去京都買回來的喔 這個 在網路上很難買得到喔 嗯 這個是我這次要拿來抽獎 不過 要我給試過的人才知道 這是一個鑰匙圈 感覺沒有什麼對不對 這個鑰匙圈應該 快進一千多塊台幣喔 嗯 嗯 對 我去買了這個回來 買了一堆放在上面 我女兒一直要跟我要 但我沒有給他 哈哈 Nolo一直要跟我要 好啦 所以我意思說 各位同學如果說 你們之後有參加付費的同學 我就會給你們這樣的一個抽獎券 Editor OK嗎 OK 可以齁 畫面我稍微改一下齁 改一下齁 好來 各位等我一下 我畫面稍微變更一下齁 好等我一下齁 把畫面變更一下 所以Editor 如果說 你覺得老師的課程 你有興趣對不對 在第五堂之前 如果說 有參加付費的話 那我就會給你兩張的抽獎券 這樣OK嗎 OK 可以齁 好 我畫面稍微變更一下 等我一下齁 好 那這樣NO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OK齁 好來 謝謝你 謝謝 到時候我就問各位題目齁 我的女兒叫什麼名字就會跑出來了齁 好來 讓我一下來 Jenny來 Jenny在嗎 Jenny不好意思 剛剛好像老師的那個網路有問題 所以沒有喊到你齁 好來 那 Jenny沒辦法齁 喔 Jenny在 Jenny在齁 OK齁 好 來 Jenny剛才講的評檢名 你之前有學過嗎 沒有 好 好 那你記住了嗎 沒有 怎麼可能記得住對不對 好 再耐心等我唸一下 唸完你等一下全部記住 等一下記住喔 做到最後會有很神奇的事發生齁 來 這邊是不是H的發音對不對 嗯 好 那這個怎麼發音 哈 哈嘛對不對 好 注意齁 我們它怎麼寫齁 先看看齁 橫的 然後呢 往旁邊放 不要往下丟喔 OK嗎 哈 這個字是錯的喔 齁 好 這叫做哈 可以嗎 Jenny 可以 可以齁 OK齁 好來 Jenny來 這怎麼唸 哈哈 哈哈 嗯 好好 來 那我反考你齁 剛剛我們請同學唸一個叫做 Gigi 什麼意思 Gigi 男的女的都有 記得嗎 沒有它 就沒有你 嗯 叫做什麼 還記得嗎 Gigi 叫做家父 家父 嘿 家父不是家戶 你狗語 你有落空喔 呵呵呵 來 那哈哈是誰 猜一下 媽媽 對 家母 對對對 所以媽媽怎麼說 家母 我知道啦 日文啦 哈哈 好 那家父呢 Gigi 好 你有看過或聽過那個 間諜++9嗎 什麼 間諜++9 看來也是不知道 沒有 好那也是太認真工作或念書的齁 趕快等一下去看一下齁 我等一下會把連結丟給你 沒有空看一下齁 OK齁 好 我問你來 Gigi跟哈哈 我這樣跟你講 你兩個會不會搞錯 這個句哈哈 我沒有 我就問你 Gigi跟哈哈這兩個字你會不會搞錯 應該不會 不會齁 但是還是有人會 老師這兩個字好複雜 我記不住 會不會有這種人 會 臨時大什麼人都有齁 不是每個字都好記 這正常的 所以我有一套方式記 來 Gigi我這樣講 我只講一下而已 自己幻想齁 來 我問你齁 欸 Gigi跟哈哈嗎齁 OK齁 來 誰有Gigi 這樣記住就好了OK嗎 可以齁 Gigi想齁 好 來 所以哈哈叫做媽媽對不對 再問你一個字來 這個怎麼唸 哈哈 什麼是哈哈 哈哈 OK嗎 OK嗎 嗯 來 哈哈叫做媽媽 她三聲變什麼 恐龍 在笑啦 不是恐龍啦 哈哈哈哈 來 你知道日文有所謂的雙關語嗎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好就是一個字有兩個意思 OK嗎 嗯 一個字有兩個意思 我們中文也有喔 我們中文也有喔 好 來 所以如果你懂日文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開玩笑 有一天 有一個喊哈哈 結果媽媽跑出來了 問你說幹嘛 嗯 結果你再講一個哈 那媽媽就生氣了 懂意思嗎 為什麼講一個就生氣 因為她在開媽媽的玩笑 哈哈 媽媽是跑出來了 嗯 然後她就哈哈哈哈 哦 OK 這樣你懂的時候 再把你日文再進步喔 這就是日文的雙關語的概念 OK嗎 嗯 OK 這樣理解Eason OK齁 好來 所以這怎麼唸 哈哈 來 哈哈 哈哈 來 那家父呢 機機 機機可以齁 OK齁 發音不要變成機機喔 就不好聽喔 OK嗎 好 來 這個叫做He 沒有很難齁 看我怎麼寫齁 我寫的習慣不代表是對的 但是我就習慣這麼寫 注意看喔 我習慣寫同一邊 這是我的壞習慣 我知道 那所以我要教學生最正確的寫法 這樣OK嗎 OK 不管你寫哪一個都沒有人看 記住喔 OK嗎 所以我還是習慣這樣子寫 OK嗎 可以齁 這叫做He 這個肚子多大你自己決定 OK嗎 可以齁 這叫做He 可以齁 好來 這個叫做HU 可以嗎 HU 有人說它好難寫喔 不會來 看我怎麼解釋齁 來先寫一個了 再來兩點 這就是HU了 怎麼這麼隨性 對來還有更隨性 注意看喔 分開 打勾 這個也叫做HU 對 記住喔 平甲名本來就是用畫字的 你畫得越漂亮會越好看喔 但你太認真把它寫的話 字就醜了 懂得那概念嗎 嗯 所以這個比較不適合 但是如果我們在寫感字的話 在比如作業沒寫 在感字的時候就直接這樣寫 OK嗎 OK 這就是我們的HU 可以齁 嗯 好 那筆順寫得很複雜 我們不要去管它 這些筆順都只是僅空參考 不要真的去這樣寫 OK齁 好 酷齁 這個是黑 我還要教你怎麼寫嗎 不用 不用齁 嗯 這張過去囉 黑 嗯 來 這個叫做HU 先一條紙的下來 給它一個R 不要穿過去 從旁邊過 OK嗎 OK 不要穿過去喔 如果你穿過去它就會變成其他的字 不是其他字 就變成不是字 OK嗎 OK 可以齁 嗯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時候會很在乎有沒有穿過去 有些沒有齁 這就是一種HU OK嗎 OK 好 HU 這樣OK嗎 OK 好 謝謝Jenny Jenny再問你一下 記住了嗎 喔 記住了嗎 沒有記住就代表厲害囉 記得住但代表沒有用喔 OK嗎 記不住 記不住 對我就讓你記不住 好這樣就好了 謝謝你 可以齁 好來再來 來三哥來三哥在嗎 這應該三哥對不對 SANS嗎 對 喔 三哥來你看我還要記住你 OK齁 欸 三哥你上次不是 你們是什麼時候去熊本 現在要變成月底了 月底是不是 對 不偏不偏 現在我剛好有個學生說 老師我在熊本 有沒有什麼好吃介紹的 哈哈哈哈 今天下午他有說 老師你不是說7月8號去熊本看房子嗎 我跟他說我臨時有事不能去 他說喔 可是我要去了怎麼辦 我說你要看房子嗎 他說我在他就順便去看 不在他就是自己出去玩 老師你年底他再去看是不是 欸不是年底 月底是不是 對月底欸 我看我有沒有機會可以偷偷跟你一下 哈哈哈哈 好來三哥回到往這邊來齁 拼搶名不要去背他喔 我現在快速的再跟你講齁 這邊是不是M開頭的指引對不對 對 對齁 來注意看齁 第一個就是唸媽可以嗎 媽 對 先兩根給他 再畫過去OK嗎 OK 好 這就是媽 畫兩根再這樣過去就好 可以嗎 可以齁 OK齁 來那我問你 我寫兩個 請問這怎麼唸 媽媽 媽媽對就是媽媽 不要懷疑齁 全世界媽媽的發言都一樣 嗯 但是爸爸卻不同欸 所以媽媽重不重要 重要 超重要的齁 來這就是媽 可以齁 媽 OK齁 好來 再來這個字叫做咪 媽咪齁 媽咪齁 咪齁 這個咪的寫法注意齁 他用畫得很漂亮 注意看我怎麼畫齁 有正經跟不正經 我現在很正經齁 橫過來 這樣子 好 這叫做咪 可以嗎 對 可以齁 再看一次喔 可以 好 這叫咪齁 那接下來 我要不正經齁 我長大了齁 18歲20歲成年人齁 這就亂寫了 注意看齁 注意看齁 我要亂寫了齁 我要亂寫了齁 有沒有發現 完全不一樣 好來 我把它寫小一點齁 來就變這樣子了 對 亂寫就變這樣子了 對 那如果正規寫 就這樣子寫 OK嗎 對 好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好這就是咪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三哥我在講說 你就一邊聽一邊慢慢描幾下 就可以了齁 不用太認真齁 好 來請問這個怎麼唸 咪對不對 對 這叫什麼 瘦 瘦 什麼是瘦 味噌 什麼是味噌 你知道嗎 用黃豆去做的啊 喔唷講得這麼專業 哈哈哈哈 啊就味噌咩 對不對 好 那我這邊寫個肉 請問它是什麼東西 肉燥嗎 對喔 我們台語叫做肉燥 就是這樣來 對 肉燥的燥就是這個字喔 嗯 這樣OK嗎 OK 可以齁 那我再問你一個字來 來唸一下怎麼唸 咪 嗯哼 唸兩次 唸兩次 咪咪 咪咪 什麼是咪咪 咪咪 咪咪是什麼 不要亂看位置喔 在你的頭上面喔 不是往下看喔 咪咪 叫做耳朵 噢 有沒有 有沒有一下 有有有有 前面兩個禮拜就是為這個鋪梗用的 OK嗎 對 好 來那這個怎麼唸 咪手 咪手 有沒有發現你看得懂拼講名了 對 有齁 來 再來一個叫這個叫做咪 注意看喔 它很好寫 注意看齁 來我們之前不是叫一個絲嗎 對不對 對 好我這個絲從一絲延伸過來 注意看齁 畫起來 勾起來 這就是Mu了 好再一次喔 這就是Mu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它沒有很難齁 那有沒有畫這一點都無所謂啦 因為沒有人會在意它 因為這兩次字是寫給你看的 不是寫給別人看的 OK嗎 OK 好這就是Mu OK嗎 OK 可以齁 好 來 有沒有勾回去 沒有 有勾回去的叫做怎麼唸 Nu 很好 沒有勾回去叫什麼 Mai 有沒有發現能看得懂的 對 有了嘛對不對 對吧齁 記住Mai怎麼寫 用我的針 中間穿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對 好 那Nu的話 就勾回去就可以了 OK嗎 OK 有沒有發現三哥你看得懂 挺假名的 有 漸漸的看得懂 對 我不要你寫我要你看 記住喔齁 這就是我的應用技巧齁 來 所以什麼是Mai Mai是什麼 Mai就是妹妹 就是眼睛 你沒有眼睛打字齁 這一抓就抓包了齁 要認真打字齁 好 Mai齁 可以齁 好 來 再來 這長得像什麼 中文字像什麼 毛 是毛對不對 但是它不是毛 它是這樣子 OK嗎 摩 摩可以齁 來 摩 摩摩 什麼是摩摩 桃子 桃子 就很簡單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來謝謝三哥 來 媽咪 木櫂 好謝謝你 OK可以齁 好 來我們往上看一下齁 那我問一下齁 欸 子晴在嗎 子晴 在 來 子晴來 這個字你覺得它長得像什麼 長得像 不知道 想像好 它長得像野 長得像野 它的字從這邊字長過來 兩個長得很像 那我們這怎麼寫 注意看 有沒有穿過去無所謂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 穿過去也可以 OK嗎 這個叫做鴨 鴨不是葉 叫做鴨可以嗎 可以 好 他們其實三個人一組的 這三個人只叫做鴨、鴨、鴨 跟我們注意符號的鴨、鴨、鴨 是一樣的概念 他們是三兄弟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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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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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鴨 可以 這個鴨 鴨 你覺得它長得像什麼 鴨 像不像這個鴨 很像齁 那它的寫法注意喔 它不能寫鴨喔 不可以喔 注意看我怎麼寫齁 畫下來 一個肚子 再偏左偏給它 這叫做鴨 可以嗎 可以 這叫做鴨 可以齁 好 那我問你齁 這個叫做鴨 這個叫做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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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台語 會不會台語 不會 來我叫你一個台語叫做鴨 鴨 鴨 幫我發一下音來 鴨 鴨 跟它的音很像 這叫鴨 那台語叫鴨 來什麼叫鴨 你知道嗎 叫做完了 糟了 慘了 死定了 來 所以台語怎麼講 鴨 鴨 鴨 來 這個字叫做鴨 來 你猜猜看是什麼意思 猜猜看 湯 什麼意思 高湯 蛤 高湯 高湯 來代表你沒去過日本 然後老師猜一下 你未滿18歲對不對 對 你看我猜得很準齁 來 我現在跟你說 這個湯如果有去過日本 或成年人大概知道 就是泡湯的湯 你知道什麼是泡湯嗎 知道啊 來解釋一下 就是 類似泡澡 泡澡齁 來 泡湯的湯是什麼湯 你知道嗎 是高湯嗎 我不是 不然是什麼 你告訴我來 是什麼 熱水 是溫泉 你怎麼知道是熱水 你怎麼知道 來 一般我們去日本就覺得 泡湯都是泡溫泉 結果不是 就是 這個 歐悠其實是熱水 所以慈禧我想說 你怎麼知道它是熱水 沒有講 蛤 用猜的喔 來 那你猜得很準 一般大人去到日本 泡溫泉 都只是以為是泡溫泉 結果不是 他泡的是歐悠 歐悠不是溫泉 是熱水 各位同學 你想一下齁 你去日本泡湯的時候 有沒有聞到溫泉味 沒有 它就是熱水 這歐悠就叫熱水 日本人沒有騙你喔 好來 慈禧呢 那我問你一句話齁 來 歐悠欲的是 什麼意思 我想要泡溫泡 我想要熱開水啦 蛤 你剛才不是說熱水嗎 嗯 來 它叫做熱水 就是熱開水 可以嗎 可以 所以歐悠欲的是 叫做什麼 我想要熱水 熱水齁 那為什麼這個字 會讓台灣人 誤會它是溫泉 因為早期日本人 他們在二次世界誕生之後 沒有錢 因為輸了嘛 對不對 打算輸了對不對 那要洗澡沒有水 所以就有一個人 挖了一個很大的洞 然後呢 用一個很大的煙囪 去煮水給他們洗澡 對吧 就是澡堂嘛 對不對 好 那二次世界誕生之後 他有錢了 他往下挖 挖到什麼 挖到溫泉 所以才會讓你產生幻覺說 為什麼他明明 我覺得是溫泉 為什麼在老師這邊講變成熱水 來 我也問過日本人這個現象 這是他們的文化產生的齁 那我怎麼知道 他到底是熱水還是溫泉 日本人告訴我 看這個符號 來 子晴你知道那三根 到底有什麼意思嗎 三根叫做早中晚 對 溫泉才要早上 中午晚上泡 熱水不用 所以他跟我說 這是他跟我講的 只要看到這個符號 有OU 他一定是什麼 溫泉 OK嗎 嗯 如果沒有這個符號 他就是一般的什麼 熱 好 所以熱水怎麼說 OU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來 所以 哪個是熱水 哪個是溫泉 看得懂嗎 這邊是什麼 溫泉 那這邊這一個呢 不是溫泉 這樣可不可以看得出來了 子晴看得出來了嗎 嗯 沒有那個符號 要有這個符號才是溫泉的符號喔 雖然有這個字 它不代表是溫泉喔 OK嗎 OK 下次你跟你媽去的時候 就知道說 假設你跟父母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看一下 OK嗎 好 好 再來這個叫做U 有人說他像鑰匙孔 好我們看一下寫一個 在我旁邊放 這就是U OK嗎 嗯 可以好 這叫U 這樣可以齁 好 來 謝謝你 來 謝謝子晴 好可以 來各位 這就是雅悠悠 到後面我們會再教各位 教你怎麼看齁 請各位在那裡的性子 我們快把它講完了齁 來 最後一盤齁 來 小明在嗎小明 瑞明在嗎 好 瑞明不在 瑞明在齁 是 最後一個R的部分齁 R的部分 這個叫做拉 注意看我怎麼寫齁 一點下去 這叫做拉 沒問題 然後 這也是拉 這還是拉 OK嗎 OK 這都還是拉齁 但是 這樣寫就變什麼 5 所以記得拉的寫法齁 拉的寫法 怎麼寫都可以 無所謂 你就把它畫字畫漂漂亮就好了齁 好 這就是拉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有一個人名詞取成這樣子 請問這文怎麼唸 LALA LALA 這樣可以齁 好 再來這個Li 注意看齁 剛剛我們有說 平假名有一個特徵就是不要臉 跟不要勾 來 這邊不要勾起來 這是因為電腦寫字 它會變成這樣子 實際上我們寫是這樣子寫 OK嗎 OK 好 這叫做Li OK嗎 OK 可以齁 好 來 來 這怎麼唸 可以齁 我這一陣子要找人幫我寫Light的貼圖 這些Light的貼圖就要弄成我上課會講的單字 讓你們在貼圖上可以打這些字出來的時候 你們對平假名會認識會很有感覺齁 好 這Li Lala是我自己亂編的阿 日文真的沒有Li Lala 但是他卻可以讓你認識它 這樣OK嗎 小明 可以 好,來,再來,有沒有發現這個有勾回去了? 是 所以有勾跟沒勾會產生新的字齁 來,這個叫做RU對不對? 是 好,RU很簡單,寫個NR然後勾回去 寫個3也可以 NR跟3都一樣,OK嗎? OK 所以沒有勾回去就變成另外一個字 這個就變成RO OK嗎? OK 所以有勾叫做什麼? RU 沒有勾叫什麼? RU 好,寫3跟寫NR都是一樣的齁 好 來,這就是我們RU OK,沒問題齁 再來,這個字是我認為在五十一裡面最難寫的齁 它叫做LAY 那我只講一次就好了齁 不會寫,小民就沒關係 因為這個字需要時間沉澱,不要太去強迫它 來,一樣我會寫斜的 注意看齁齁 好,寫成這樣子 再一次齁齁 這個是大概寫就可以了,OK嗎? 大概寫就可以了齁 這叫做LAY 所以不要強迫自己去寫它 你要看得懂就好了,OK嗎? OK 好,這是LAY齁 好 再來,就剛才講了 LOW 沒有勾回去就LOW 寫個NR或3都可以 這個沒問題齁 好,再來 小民有發現它們有勾回去有沒有 是 這叫什麼? WAH 那這有勾回去呢? NAY NAY 抱回去有捏捏喝 那有捏捏笑沒有勾回去就變成 WAH你沒有 這樣OK嗎? WAH 可以齁 WAH 可以齁 好 再來一個齁 還其他有兩個 這個唸音也唸成O 那 最起碼要到3個月之後 你們才會看到它 這時候你不用太理它齁 這個是一個叫做住詞的東西 現在我只這樣提一下 怎麼寫 很簡單 先寫一個吃給它 中間L灌過去這樣就可以了 再寫一次齁 吃 中間灌過去L 這個叫做O的讀音 小明可以嗎? 好 這就是O 住詞專用的齁 這個我們不要動詞專用住詞 我們先不理它齁 先不理它 最起碼要3、4個月才看到它 再來一個 小明這長得像什麼? 像不像一個H 對 小雪 對 H就這樣勾回去就可以了齁 不要顯成這樣子 寫著它勾回去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是一個鼻音發成M的音 好像在M的時候的感覺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來小明謝謝你 謝謝 好來各位 我快速的把它寫完了齁 來各位先等一下 我畫面稍微變更一下齁 好 等我一下齁 等我一下齁 我畫面快速的動完它了齁 好 好 來各位 等我一下齁 接下來才是關鍵點齁 各位既然關鍵點齁 來 我問一下齁 剛剛沒有學過的 艾瑞特有學過嘛 對不對? 然後 問一下齁 欸 雅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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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醇在嗎? 雅醇 我先看一下齁 那個沒學過的同學會比較清楚齁 來,雅醇在嗎? 雅醇 雅醇 你有背過評假名嗎? 沒有 沒有 好,那注意看齁 來,你幫我翻到你課本第二頁 是不是看到這個畫面對不對? 第二頁 對吧齁 是不是這邊有這個畫面對不對? 嗯 沒有看到 欸,哪有可能 基本咧 我們這個藍色的基本嘛 對啊,藍色的基本啊 哪有可能沒有 你不要把我嚇捏 第二頁啊 你說第二頁嗎? 對啊,第二頁啊 有沒有看到? 有有 有齁 好,來,那OK 翻到哪一頁 或看我畫面也可以 好,來 雅醇,我先問你一下齁 來 來,你注意聽齁 嗯 這些單字我們已經講了兩個禮拜對不對? 好 來,注意齁 我問你齁 來,第一個怎麼唸 你這裡畫面出來怎麼有兩個呢? 好,來 那雅醇,我先Pass你囉齁 我先Pass你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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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那我先找一個來 那個,找沒有學過的齁 那 好,來 三哥好了,來 三哥我比較知道你 你是完全沒有學過的齁 來,三哥來 三哥來 對 這個字怎麼唸 下雨的雨 來,想到誰 想到誰 想到誰 啊,你的網路不好,來 再問一次來 下雨想到誰 三哥,三哥 對 阿妹 阿妹嘛齁,好 注意聽齁,注意聽齁 注意聽齁,來 對 這個是阿妹嗎?注意聽 這個是阿妹嗎? 這個是阿妹嗎? 妹妹 來,三妹 不是啦,三哥你先聽我講話 你要填話功耶 聽我指揮 我只問你,這個字是阿妹嗎? 不是 好,來 注意看,注意看 聽我指揮齁,來 這個是阿妹嗎? 這個是嗎? 三哥在嗎? 不是阿妹 在 是嗎?這個是阿妹嗎? 三哥你要聽我 你要聽我 你要聽我話 要聽我回答我話齁 這個是阿妹嗎? 不是嗎?對不對 那這個也不是阿妹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中間這一個 好 我不是在問廢話 我不是在問廢話 這些字是我刻意安排出來的 阿妹是兩個不一樣的字 所以他一定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第三個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他一定是 第二個 好 那我問你來 眼睛怎麼唸 好 勇姬 要來看什麼 看妹 來,是這一個嗎? 不是 是不是下面這一個 來,有沒有發現 平假名你可以記住了 有沒有發現 對 來,再來 耳朵怎麼唸 耳朵 嗯 不要翻 不要翻 來 你平常一定要 我現在齁 我會每天盯著你打字喔 從現在開始 我每天盯著你打字喔 對 來 咪咪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字對不對 對 咪咪齁 好 我跟你說這個字是我刻意去安排出來的 就是為了讓你自然而然選到他喔 可以齁 好 再來 我問你一下齁 來 我問你齁 那個 這個地方你幫我背起來 幫我背 來 鼻子叫做 哈拿 哈拿就是旁邊這一個字 OK嗎 對 好 這個用背的幫我背起來齁 好 來 那我再問你一下 臉怎麼說 臉 臉 太陽曬下去 臉會怎樣 腳白還是腳黑 腳黑 腳黑 可以齁 臉是不是練腳黑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一下 對女生來講 臉重不重要 重要 用心 客戶還是隨便客戶 用心客戶 用心要不要用力 對 對 要不要用力 要 來 所以 卡O就是它可以嗎 對 可以齁 來 嘴巴怎麼唸 嘴巴 開口可以用到什麼包包 開口 酷雞 酷雞 好來 注意看我的嘴巴 注意看攝影機我的嘴巴的水型 我的嘴巴有個酷 有沒有 有沒有公起來 酷有沒有 有沒有 來去找公起來在誰 有沒有看到 酷 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酷雞 這樣可以齁 對 好OK好來 謝謝三哥 好來我們再找個同學一下齁 對 好來仔細注意看一下齁 來我問你齁 來 壽司怎麼唸 師行 我問你來 注意聽喔 這個是師行嗎 不是 這個是師行嗎 不是 我是刻意規劃的喔 是不是這個字對不對 對吧 對 好來 剩一遍怎麼唸 小心 是這個字嗎 不是 來 是不是這個字 是不是看得懂了 嗯 好來 手怎麼唸 聽 很好 有沒有發現到 是不是評講評看得懂了 嗯 好再來齁 再來齁 好玩的來出現了 好玩的來出現了齁 來 小狗怎麼唸請告訴我 你咧 來 要不要勾回去 勾回去可以當什麼 當努力 來 哪裡有努力 來我問你 123誰有努力 對不起剛才跑掉了 嗯 來 哪一個有努力 來 第二個 對 這樣OK可以嗎 嗯 可以齁 好來 那貓怎麼說 第一口 來是1還是3 嗯 1 對 這兩個一模一樣 絕對不叫哪一口嘛對不對 對吧 都問了概念嗎 可以齁 好 來 那我問你來 這個怎麼唸 反推回去 摩摩 是不是會唸了對不對 對 有沒有感覺了 有 有 有好來 那我問你來 注意喔 注意齁 來 罵人的話 一定要記住來 張宇怎麼唸 子晴來 子晴來 麥克風不要打開來 子晴麥克風突然關掉了 來 張宇怎麼唸 TACO 來 這個是TACO OK嗎 好 好 我就能記兩個單字而已 HANA跟TACO在哪裡 OK齁 來 車站 車站 請問是 是1還是2 來 車站是1還是2 1 1嘛齁 來怎麼唸 車站 AQ 子晴 子晴 好 收訊不好齁 子晴收訊不好齁 好來 收訊不好那就算了沒關係 子晴收訊不好那就算了齁 還是我收訊不好 好來 子晴還在嗎 在喔 在齁 來 車站怎麼唸 AQ 可以齁 來 那這個字怎麼唸來 我告訴你齁 來 有沒有看到自私的詩 有 你知道誰最自私嗎 有嗎 我 就是 自己 OK嗎 嗯 所以自己最自私 那自己怎麼說 我怎麼說 我 我 這樣OK嗎 OK 可以齁 來 子晴我先問你一下 來 你先聽我說齁 我要從你這邊抓效果出來齁 子晴我再問你一下 你有背過評價名嗎 沒有 好注意看齁 下一頁請各位齁 下一頁有寫東西的人就算了 沒寫沒寫的人都不要寫齁 來 子晴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全評獎名對不對 對 好 來 我問你來 注意看齁 注意看齁 回答我齁 來 怎麼唸 怎麼唸 來 沒關係 來 那第三個怎麼唸 沒有夠耶 沒 對不對 是不是看得懂了 好來 第二個是什麼 這個是 不要翻課本齁 看我這邊來 誰 這個怎麼唸 阿美 對 是不是看得懂了 對不對 對 來 這個怎麼唸 唸兩次 眼睛 眼睛想看哪裡看不到 嗯 是的 是的 是不是看得懂 你不要翻頁喔 不要翻頁喔 來再來 第五個來 有沒有看到力量的力 嗯 哪裡要用心用力客戶 好 好 漂亮 這樣有沒有看得懂了 嗯 來 剛剛我有叫你四要背起來 沒背起來沒關係 來 四是什麼 有沒有像 漂亮 來 第五個 第五個有沒有看到公起來 嗯 來 怎麼唸 苦低 漂亮 有沒有看得懂了 看得懂了 看得懂了齁 好 來 再問你一個 第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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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小心 漂亮 來 第七個 黑 不是因為你年輕歲才記住對不對 對吧 對 好 你要記住齁 學習 我問你齁 常常有人說 我年紀八十歲了記不住 來 你未滿十八就比較容易記住嗎 不讀書可以嗎 不行啊 不行齁 像我一句 18歲不念書怎麼可能考上大學對不對 好 可是 你沒有背過 老師有沒有讓你馬上能夠記起來 有 跟你18歲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是我厲害 不是你厲害 不是啦 臭屁一下 來 怎麼問你 第九個字怎麼唸 謝謝 有沒有發現看得懂了 可以齁 好來 謝謝你 好來 那我問一下 那個 那個 景萱來 景萱在嗎 景萱 景萱 景萱在嗎 好 景萱不在齁 來 那我現在來 秀文 秀文在嗎 好 來 各位齁 我們時間快到了齁 來 我就直接帶各位看齁 請你在這邊第三頁不要寫任何字喔 不要寫齁 不要寫齁 你如果這個字真的不熟 請你旁邊畫星星 請你不要寫任何中文字 聽我說齁 來各位注意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NU YNU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來 YNU的好朋友 是誰 郭維巨可以幹嘛 可以喝捏捏 所以來 第十叫那一口 你一定懂 來 十二兩根毛 MOMO 你一定看得懂 一定看得懂齁 各位不要急喔 等一下很好玩的事要發生齁 來 剛剛有說過 你一定要背這個字 罵人的一定要記起來 十五叫TACO 可以嗎 好 來 十七 欸更正 十三 如果你不會 比較不會沒關係 畫個星星給自己就好了 不會畫星星齁 來 車站叫做AQ 車站叫做AQ 第十四個 最自私的那個人是誰 是我齁 瓦達西 可以齁瓦達西 好來各位 拿出你的手機 我們要來幹嘛 我們要來打平假名 來各位注意看一下 來 來 拿出你的手機 來各位拿手機 我要拼假名 現在不是要漢字喔 來各位幫我打一下阿妹 給我一下來 阿妹 幫我打一下阿妹 各位來 我不要漢字了 我要拼假名 Angela 我要拼假名 接下來 我要用洗眼睛的方式 透過其他同學打字 幫助不會的同學 慢慢去認識他 原來這兩個字 這個形狀叫做阿妹 這樣OK嗎 原來這兩個字 形狀叫做阿妹 可以齁 好 各位你一定要手機拿出來打齁 阿妹可以齁 來再給我一個字 叫做妹 再給我一個字 叫做妹 你會發現形狀你會認識他了 你只要念得出來 你就會打了 你只要念得出來 你就會打了 來各位來妹給我一下 來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念完 我幫你做描述 你就會有印象了齁 來再來 咪咪給我一下 咪咪 來各位咪咪給我一下 來 你就會知道同學在打什麼字了 你如果即使不打沒關係 你看畫面 你以為知道同學在講什麼 咪咪 這樣OK嗎 咪咪 可以齁 咪咪 好 那個 瘋培 什麼叫做妹妹 你打錯了齁 你不要把心中的東西打出來給人家看齁 什麼妹妹齁 不對齁 咪咪齁 你打錯了齁 好 再來第四個比較難記得來 哈娜 哈娜 去慢慢看他的形狀 去慢慢看他的形狀 我不是要你背 我要你慢慢看他的形狀 我剛剛念那麼多久 那麼久 就是為了要增加各位的印象 即使你背不起來也沒關係 跟年紀大 年紀長都沒有關係齁 這是要慢慢的把概念引導到打字上面 OK嗎 好 哈娜 來再來第五個來 第五個 各位有一個力量用心科目是哪裡來 你應該知道怎麼念的來 第五個 你一定知道了 好 來瑞銘不錯齁 來 小如也不錯齁 秀文也很好齁 OK齁 你有打字才會有感覺齁 你如果沒有打字的話 感覺會比較弱一點 但沒關係 第七課後再練習也是可以的齁 來 卡喔 卡喔 對不對 好 再來第七個來 給我一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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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認識他了 我現在講這些字的音 你是不是聽得懂了 也會打字了齁 來 豐培盡量跟上齁 盡量跟上來 我要所有人同意打這些字 就是增加你的印象齁 好 再來 第七個來 第七個單一個字 叫做什麼 單一個字 第七個 貼 對 貼 好 Angela不錯齁 來 子龍也不錯齁 好 是不是有感覺了 貼有感覺了齁 再來 第八個給我一下來 你看我現在不念了 你們也會打了齁 我不念了 你也會打齁 而且是看著畫面打 有沒有 看著畫面打 來 第八個 沒有錯 就是刺身 好 刺身 可以齁 來 瑞免先不要急的打 我希望大家同意打字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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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洗大家的眼睛齁 讓你頻率也看到 喔這些字叫做刺身 可以齁 好 來第九個來 撕洗給我來 撕洗 撕洗齁 好 好 撕洗 剛剛 子晴完全沒有學過 然後不是在年紀輕或年紀長 是 慢慢的對這字有感覺齁 好 來撕洗可以齁 來 再來第十個來 Neko 勾回去的 有沒有看到勾回去的 我要你眼睛看那個地方就好 你就知道它是哪個字了齁 我教你重點在哪裡 來 小鹿打錯了 小鹿打了Neko去了 Neko N1 N1 來 Angela也打錯了齁 N1齁 Neko Neko 齁 好 再來第十一來 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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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再來兩根毛 叫做什麼 很多毛的來 萌萌 對 你這邊看得懂了齁 萌萌 好 萌萌 多打幾次沒有關係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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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來 十三 Aki 來 這個字比較不熟 我知道 這個字不熟齁 所以才會讓你練習它 所以平假名用這種方式去看它齁 來 三顆打錯了 不是Aki 是Aki 可以齁 雅醇來 雅醇跟著我們打 不要你自己打 跟著我們打 跟著我們打齁 跟著我們打齁 來 萌萌 按錯字了 按錯字了齁 按錯字了齁 Aki 可以齁 來 第十五個 TACO 來 TACO TACO齁 來 平假名的TACO給我一下 來 TACO可以齁 好 然後最後一個字來 瓦達西要注意一下齁 各位瓦達西要注意齁 因為瓦達西我沒有第一次教你齁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齁 瓦達西 瓦達西 在打的時候注意齁 這個打成TA齁 TA 雖然我練成DA 的音 請你打TA 瓦達西 可是你會聽我練成瓦達西齁 瓦達西齁 來 各位幫我打一下啦 瓦達西 好 龍馬平音我給你齁 瓦達西 這個叫做我 這個叫做我 OK嗎 可以齁 好 來 第三頁這邊的頁數齁 請各位不要寫任何字中文 都不要寫齁 你的答案其實就在第二頁 所以不要再寫在這邊 就是為了訓練你對看純平假名 再講一次 各位你在複習的時候 然後 你就是看著平假名來看它 如果你念不出來 旁邊畫個星星 然後再去看答案 OK嗎 畫個星星再去看答案 星星數畫得越多 代表那個字越不熟 我懂 我了解 那一邊打一邊打字 各位你就看得懂齁 來 最後注意看下來 我把東西整個併在一起齁 看同學可不可以反應得出來齁齁 來 我隨便打一個字 看各位可不可以跟得上 來 我隨便打一個字 來 各位可不可以跟得上 你沒有看到我讀音了 那你覺得我打這個是哪個字 來 各位幫我打一下來 好 是不是看得懂對不對 可以齁 來 再來一個來 等一下齁齁 再來 再來 慢慢的你們看得懂平假名齁 慢慢的去感受它 可以齁 來 撒西咪是不是知道對不對 撒西咪 來各位給我平假名 我要平假名 要統一 讓各位 其他不熟同學可以看得懂齁 好 來齁 撒西咪對不對 來再來 各位看得懂它了嗎 好 可以齁 對不對 好 再來 這個字我相信各位看得懂了 來 來 平假名不要死背 我只要認識這些字就好了 你不用花時間去背其他的字 沒必要 不需要 除非你很有空 你再去背 不然只要這三個單字 總共13個單字 這樣就夠了 OK嗎 各位娃教練很有效力的學習效果 你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背它 總共15個單字齁 那我希望同學們可以多打字 請不要出現 漢字 我們這一個禮拜要練習是平假名 好嗎 漢字的練習上禮拜已經過了齁 我們這禮拜念平假名 OK嗎 可以齁 各位加油喔 平假名它不難 你不要死背它 你只要打這些字 一邊打一邊念 這個很重要 OK嗎 下禮拜我們會開始 每次會加15個單字左右 它不難 你一定可以記得住 OK嗎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